蕾茶 蕾茶是我们和婆人家乡的传统美食 它不像人家听到是茶 以为是好像当中国茶这样泡来饮 其实它是有包括饭 多种的蕾茶菜青菜还有蕾茶汤 一起配合来吃 已经是公认的一种健康食品 那么你的蕾茶菜有没有煮菜 特别要它比较香 我们的蕾茶菜也要选择的 那个菜要有脆口的 或者是它本身带有香味的 都比较适合用来做蕾茶 好像芥兰 树子菜 中国蒜是最重要的 因为中国蒜的香味 你有放了这个中国蒜 你那个味道已经一半出来了 还有韭菜花 还有长豆 然后每一样我们都把它切成幼细的 然后再分开一样一样长 以前的人要吃蕾茶比较麻烦 你要用那个蕾茶坝 我们叫河坡人是叫蕾茶坝 他就说把那些花生芝麻 香花菜那些啊 全部把它放进这个蕾茶坝里面 用一只那个翻式流棍 这样来去磨磨磨 磨到它又都要一段时间的 不是这样容易的 以前吃蕾茶比较辛苦 不过现在时代已经进步了 科技发达 所以都用blender了 要吃蕾茶很简单 我就问你 那么为什么要用翻式流汁 来做成那个滚来给蕾茶 因为翻式流啊 它本身有一种果子 它的叶子 它的茎 都可以吃的 清甜 干香的 所以你把那个翻式流 它的树枝一磨下去 它的味道也加进里面 我听说以前 他们是有加那些翻式流的叶子 叶子也可以 所以叶子里采它的芯 加进去味道又更浓一点 如果你要做蕾茶 你的蕾茶汤一定要准备好 你的花生可以先炒 芝麻可以先炒 然后再加上这个金布环 我们也叫做薄荷 还有就是香花菜 还有这个盐水 还有这个树枝菜 再加上苦力芯 这个苦力芯在市场上是买不到 如果你们买不到也可以不要放 这个苦力芯在我们河坡人的家庭 门口或者是梨巴边都会种这个 我们吃了一条 那个饭一定要炒 炒会比较香 炒了以后 放蒜米 放一点盐 然后放在饭饭煤里面 给它自己撒 烧 这个是洗过的米 放入冰箱 在那个饭啊 等下你放水的时候 就比平时煲饭啊 普通煲饭啊 那个水要少一点 我们雷茶饭要爽脆一点 不要太软那个饭 现在我们就来准备这个雷茶汤的料哦 准备之前我们要用blender打的时候 菜啊一定要准备好 就好像这个树枝菜 这个盐水 这个金波范 还有这个香花菜 还有这个苦力心 苦力心不需要像其他的菜一样多 因为它是苦的 还有加上炒香料的花生米 还有就是芝麻 再加上这个中国茶心 那么这个青菜呢 你就一定要先炒熟它先 然后才加这个一起来交打 芝麻你买回来的时候 它很肮脏的哦 因为芝麻里面有沙粒的哦 你一定要拿一个盆 放水 用一个那个灶泥哦 把它那个吸冻的哦 把它浮起来的捞起来 就放在干锅里面 不需要油的 干锅里面去炒 炒香它 就好像这样炒 炒到香 不可以大火的 大火它很快焦的 一焦了这个芝麻就不可以用了 就苦味了 所以要很小心 要慢时间炒 炒香了以后你就盛起来 留用哦 好 现在我们开始来把擂茶菜 炒香它先啊 因为擂茶菜一定要炒啊 不然它有一种臭腥的味道 所以我们先放油 我这一支青菜 全部一次过放过去 热火很炒 炒到它转轻色啊 就可以了 拿起来 就放在搅拌里面 和花生一起打 打油它 就是把它这样炒到软身了以后 好 它的颜色出来了 那么你就可以了 你要放在搅拌里面打 现在我们就开始来打这个擂茶了 擂茶汤料的材料啊 刚才我们已经炒过了 每一样每一样炒了 一定要炒 炒香了以后 我们就放在搅拌里面 然后花生 然后花生 今天的菜不是多 花生不需要放这样多 然后这个茶叶 一小匙就可以了 需要太多 多苦啊 胡椒绿 有些人不吃胡椒的 可以不要放 今天这边我要放一点 然后加水 这个水 这个水要煮过的冷开水 要盖过才可以打 好 就好了 这个水 是 你 是 是 这 那么 你 这 可以 是 然后倒完了以后 我们就把它倒出来 你看它很幼 要吃的时候就可以 用热开水来泡 以这个擂茶 每一次我准备的都是比较多的 吃不完你可以放在洗个里面 把它冷藏 三个礼拜里面都可以用 现在我们开始来炒其他的 在还没有炒菜之前 我们这个菜谱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先放油 我们买回来因为菜谱很咸 如果是可以 你买咸的和甜的一半一半 洗干净一起参着来炒 就没有这样咸 如果你只是用咸的 你就要蒸笋 然后这个 这个是菜谱来的 炒到它干炒到它香 就像我这样炒到它放点油 一只炒下去 因为等下你吃的时候也是要捞在一起 现在接下来我们炒其他的菜 现在接下来我们炒其他的菜 只是放蒜米 放盐 不可以的 这个是芹菜 这个是芹菜 你炒这个擂茶菜的时候啊 你放下去以后 你要放盐 你放加一点水 那个水倒在盐里面啊 为什么要倒在盐里面啊 因为你做好切了的菜啊 太干了 你放盐啊 怕它不均匀啊 所以一些地盘 别的一些地盘 不便宜 所以你要加一点水 这个炒这个擂茶菜很快的 一软了你就炒出来了 不然它的颜色会变黄 好 这个是芹菜 好 接下来 我们接着就炒菜咯 几样菜 有多少样菜就一起炒 我去吃锅炒 你先放蒜米 我今天这个蒜 蒜子要放这个豆干 所以把它切成 细粒 爆香以后 这个豆干哦 你还没有做炒菜之前啊 你最好可以把它用油爆香那边 因为 爆这个豆干的时间要长一点 你如果爆好了 你只要 加油加蒜米 就马上可以放蒜子 炒蒜子就要放虾米 豆干 跟菜一样 有蒸过蒜啊 如果吃了一碗蒜 如果吃了一碗蒜 你这一道菜的味道已经一般出来了 这个菜火要大 现在我们另外一种餐就是树子菜 就是要放蒜子 给它香了以后树子菜就放在一起 炒树子菜一定要多油 树子菜很快熟的 一软分两次就可以了 油多树子菜的菜才会滑 如果是不够油它好像我们讲的色色 我们的饭刚才已经炒了饭 现在好了 那么我们要吃了一茶 将来一些饭 这个是树子菜 这个是韭菜花 这个就是菜脯 这个就是芥兰菜 这个是蒜 中国蒜 中国蒜你喜欢你可以放多一点 这个是肠豆 这个是花生 然后放少少 然后放少少 就是每一样一汤匙这样 然后加两汤匙 然后就加汤 然后就加汤 左右 就加汤匙 然后加汤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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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